选将日本拳王打到身体僵直差点飞出擂台 那现在出场的就是日本选手东本杨贵 这个家伙一共来了三次 而且每次都是惨败而归 不过他都被打成这样了还是不服 这一次更是立下了军令状 声称打不赢比赛他就再也不回日本了 当前的战绩27胜欺负7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王志伟 那本场比赛迎战东本杨贵的就是眼前的小将王志伟了 那王志伟每次遇到日本人都兴奋的不得了 恨不得让每个小日本子都有来无回 那好不在地这个家伙很抽象啊 那这个情况不知道还能不能打了 那他在地上趴了好一会之后啊终于是起身了 那这两名选手咱们的王志伟是1米75 这个东本杨贵是1米73 两人的身高差距并不大 所以说这个就看谁的拳法谁的实力更强了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王志伟在这一场带来的精彩表现 东本杨贵也TKO过太阳 非常重 还是在试探的一个阶段 是 并不是特别重啊 第7没有顶阵 先是两脚一推开 还好 要小心对方推你就要做动作了 是啊 下来了 有漏洞了其实 对 可以注意迎接 还转身 其实可以跟个后边拳嘛 是 他以前会跟的 我就很自信了嘛 我可以随意任意的去做任何动作 挑衅的动作也好 先看全部比赛结果 那好的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王志伟的实力 中国小将抗日骑侠名不虚传 他最后让我们一起恭喜王志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大家觉得王志伟打的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